男子搅拌蹲着弯下腰 使劲拉着盆栽一次两次 这才将它搬回原位 注意行人的交通标示牌 遭车辆撞成L型倒在地上 车祸现场一片狼藉 七机车的车壳碎得满地 连好端端的两座变电箱 一座整个喷飞躺在炒地上 另一座大型变电箱连根拔起 而后方水泥座的仿木栏杆也撞得断裂 闯获的正是这辆200多万的进口名车 当场车头全毁 四轮朝天翻覆横躺倒在路上 警方获报赶来现场收拾残局 那本来就不应该酒驾啊 酒驾就要严重取缔啊 战午七点桃月大型西路 发生这起连撞翻车的车祸意外 31岁的潘姓驾驶 前一晚到KTV聚餐喝酒 结束后准备载子女性有人返家 却在弯道打滑 先是撞上变电箱 再撞一辆汽车和七辆机车 最后整辆车180度翻覆路口 驾驶和乘客以及路旁民众 三人插挫伤 造势的驾驶及车上友人 以及路旁的一位轻车女驾驶 有受伤 酒精浓度测试 高达0.51 已经超过法定标准时 全案一公共我请说一送法办 前一晚还和朋友开心的喝酒唱歌 酒憨而热后的清晨 开着名车想要回家 却醉醺的上路 无视他人的安全问题 这下撞烂自己的宝贝名车 还波及无辜的汽车和七辆摩托车 后头恐怕还有大笔的罚环 和连状八车的维修费用等着他 记者林中盛 梅凯婷 桃园采访报道